大家好 我們是第二組 然後我們接到報告的是subsignal task 那subsignal task的話它裡面是講什麼呢 就是 就是我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要去馬上 在做出決定之前就馬上停止你那個決定 就是有一個 去抑制你的 想辦法去抑制你的行為 那在這個測驗裡面呢 當你看到一個符號的時候 其中一個符號你會要按螢幕的右邊 然後你看到另一個符號的時候 你會需要按螢幕的左邊 那可是你看到一個符號 上面突然打叉的時候 你就什麼都不能按 那在這個測驗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分析的是 我們在看到停止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紅叉叉的時候 我需要的那個反應的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準確率 就是我到底有沒有停下來 就是我每次遇到的時候 我可能 我可能可能十次裡面 我有兩三次我可能會 我可能擋不 停不下來我就不小心按下去了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分左右左右邊的錯誤率 到底有多大 大概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 就是我 我對於這個 我對於在螢幕上面出現 前面那兩種符號的時候 我反 我到底有沒有遲疑 我會不會遲疑說 可能要等它會出現紅叉叉 所以我會 我會猶豫這樣子 OK 那在這個實驗的話 我們就決定是說 我們要再利用運動去 去看一下那個 運動前後是不是會有 有一些那個 對於這種意志行為的那個 對於意志行為的影響這樣子 那我們先 會先隨機挑選 隨機挑選我的那個受試者 然後 那個分組的時候 我們會分 先問他說 平常有沒有運動習慣這樣子 然後分成兩組 然後盡量 就其他的因素 想辦法把它 對這個測驗的影響是降到最低 然後 一開始我們就先 在沒有運動前 就先讓他們做一次實驗 就是做剛剛的 sub-signal test 然後再來 之後呢 我們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再 然後請他們 請他們來 然後請他們 向他們運動之後 再讓他們測 測第二次的 sub-signal test 然後兩次 兩次會去做 分析這樣子 看哪邊 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那我們 在實驗的預期的話 就是我們 在自身經驗中 就其實可以 我們可以想到 我們可以想到 我們可能會要去抑制 我們在抑制的時候 可能身體比較疲累的情況下 可能會比較難去做到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在平靜的狀態下 也就是在運動前 跟運動前的抑制效果 會比運動後還要來得好 這是我們的預想這樣子 可是那個在運動 前面一開始有分運動 有沒有運動習慣的時候 我們就會 有可能他會比較 他有習慣到 他有習慣那個 運動後的疲累狀態 所以他其實 他其實 在那個組別的話 在運動前後的差異 應該是會相比 比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那種差異是比較小的 這也是我們的推測 對 那這是我們 這要來源 謝謝 謝謝 那有問題 您怎麼知道 一開始 有沒有運動習慣的定義是什麼 譬如說 您怎麼定義說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運動習慣 或者是說 他有沒有到達這種程度 這個是我們 就是沒 會去 就是直接就做訪問 這樣子去做分類 然後 訪問 訪問 可是 譬如說 我先跟你說好了 譬如說 我先跟一個訪問的 要訪問我的 譬如說 我每天運動 有一動 可是我只是 可能睡前運動的30分鐘之類 你要怎麼去定義 劃分他的運動 所謂的運動習慣 其實有 有某幾種方式可以去做參考 像是那個 像是我們 教育部有那種類似那種提示的那種333那種東西 就可能類似 類似用那種去做一個 劃分這樣子 對 就是有 有固定一個標準在 OK 先說那個 自己組的問自己組的 你有加分嗎 對 好 因為那個 這應該是你們要 組內要自己 先討論過了 好 不過這個問題是一個 有效的 就是很好的問題 因為 是要考慮到那個 運動的 那個能力的定義 嗯 好 那別組的東西要問 好嗎 運動習慣 運動習慣 所以是習慣的問題 所以我們到時候如果要做實驗的話 我們會有問卷 問受試者說他有沒有運動習慣 可能就是 一個禮拜運動幾個小時 到時候你還要再細屁 對這個還要 不過就是要先 把它分成是有沒有運動習慣 的兩者 對 不是這個問題怎麼樣 對 這個 你當然也可以有自己的 額外的問題 不過像這樣子的 運動習慣的 或是身體活動習慣的問卷 是有標準化的問卷 是可以做的 對 那 就不用再重新發明一次 那個論字 用那個計存的東西 來用這個東西 嗯 或是 這是一種方式 那有人會擔心說 用問卷問的方式 主觀的東西不可靠 那你可以去 那就去幫他做一個體驗測驗 那以前我們先生也這樣做過 就是說 去看他六分鐘的時間 他可以在廠方上跑多遠嗎 那做為一個他提示能的指標 那 有一個問題我想你們要討論的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比較他運動前後對不對 但是這邊有一個因素是說 你前後側他就是會做 同樣的作為做 等於做了兩次 然後他中間隔了一段時間 譬如說可能是隔了30分鐘的時間 我們是設定隔一週 所以確定他忘記 就是不會有 就是避免他練習效果 所以就是隔幾天 啊我是定一週 我是講說 OK 30分鐘的話 反正那個練習效果還是有差 所以可能幾天的話應該不會 那 那 就是他前側做完 然後結果回家 對 然後其他在 第二次來的時候 在 運動之後 就 就來實驗室 然後也讓他做30分鐘運動 然後再接著測 嗯 OK 嗯 這個當然就是 你是假設說 他第二次再來做的時候 他就會忘記 那個影響 對 嗯 對 是不是隔了一週之後 就會忘記這是一個 實質的問題 就是說你總是 你的assumption 要有一個 被那個 測試的那個方式 那 一般在這樣前後側的做法 上面呢 他通常會再搭配一個控制 比如說 嗯 他 在 做第二次的那個時候 其實他是不經過運動 他就做第二次了 好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你有兩組 一組是 前後側之間 他有一個是有運動 然後另外一個 前後側之間是沒有運動 那如果就是 你看到的效果只有在 有運動那一組 才會呈現出來 那個前後側的差別的話 那你就更有信心 就是 你比起說 我就講設都可以之後 他就忘記 但是萬一他沒就忘了 所以 這可能是 應該就是設計對照組這樣子 對 OK 好 然後這個對照的方式 也可以有 是準類的設計方式 譬如說他是來三次 那你就是 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間有運動 第二次跟第三次之間沒運動 那這也是一個可以去做 然後你那個運動要擺在 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間 第二次跟第三次之間 這個是你可以去評估的 還要 做這麼多次會不會有學習的 會 會 做這麼多次會有練習的效果 那所以你的那個評估要能夠 但是因為他關鍵是要比的是說 運動的前後的那個那個差別 所以 應該是可以work out的一個方式 出來說要把運動那段時間 就擺在 一二次之間還是二三之間 然後去平衡掉那個 來自於 練習次數的影響 對 只要多次的試測那個練習 就一定 影響就一定會在 那就是 要想辦法去 把它平衡掉 OK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就 謝謝那個 好 那就 再來是最後一組 民意